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龄,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等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56集 上东区的大门 只会对有钱人打开 你快醒醒,不要做梦了 哦,对了,不要忘记擦掉嘴角的口水 一个建筑师怎么打开上东区的大门 替金融投资银行的富豪们设计一下豪宅 就算打开大门了吗 想得美 千万几美元身家的人很难和真正的亿万富豪做朋友 要想砸开上东区的大门 只有扣美元 还得足够多的美元 马修抬手去擦嘴角并不存在的口水 司机载着夏小兰和马修到了公园大道 半眼半露的白色建筑 真是一栋漂亮的房子 马修压低声音 你闻到了吗 这里的每一块地砖都散发着金钱的味道 我还以为你一心只爱建筑 原来你也如此热爱美缘 我热爱建筑想当最有名的建筑师 成为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然后我就能搬进上东区这样的地方 这又不矛盾 有梦想是好的 如果你将来能住上东区 我免费替你设计室内装修 你等着吧 会有那么一天的 咦 不对呀 等她能住得起上东区 肯定是很有名的建筑师了 到那时 还需要夏小兰替她设计房屋室内 岂不是说夏小兰比她更有名 呸 这个女人真是任何时候都不忘占便宜 她只是一时的认怂 又不是真的要一辈子输给夏小兰了 夏小兰和马修斗着嘴 踩着干净的石板路 走上台阶 暗响了威尔逊家的门铃 浅进 哦 一定是下来了 威尔逊夫人的声音在屋内响起 门被从里面打开 却不是威尔逊夫人 而是哈罗德 哈罗德就是威尔逊夫人所说的 不需此行 哈罗德之前还躲着老一万 怎么一转眼 又在老一万家里做客呢 夏小兰一头雾水 实在看不明白 威尔逊家这些人的关系 进来吧 欣西亚一直在等你 哈罗德显然也不会当场解释 您好 好久不见 哈罗德先生 当着马修的面 夏小兰客套打了招呼 马修眼中的八卦之火 熊熊燃烧 太客套了 都是假的 马修也向大客户问好 哈罗德让开大门口的位置 没想到夏小兰还带了个跟班过来 碍眼得很 原来威尔逊夫人正在和别人一起插花 新鲜的白玫瑰和粉勺药摆满桌子 还有小丁香被捡得乱七八糟 一个娇俏的像枝头花孤独一样含苞带放的华裔少女 和威尔逊夫人在仔细观察威尔逊夫人的动作 扮上后很颓败的摊手 嗯 西西啊 我真的学不会 我永远做不到像你这么优雅了 少女皮肤白皙 头发黑亮有光泽 身上穿着白色的蕾丝裙 娇喊可爱 一看就是抚养着长大 不 你一定要学 你妈咪将你送到纽约来 我可必须要对她负责 西西啊丢下剪刀 迪娜 你过来 这是来自华国的夏 非常有实力的女建筑师 原来少女叫蒂娜 夏小兰一瞬间明白了 威尔逊夫人让她上门 并不是安排她和哈罗德见面 而是想介绍她认识这个 叫蒂娜的华裔少女 夫人 您太夸大了 我甚至还不算一名真正的建筑师 我只是GMP的实习生 蒂娜你好 我叫夏小兰 蒂娜满脸好奇 你来自华国吗 我父母也是华国人 只是他们移民到了美国 在美国生下了我 蒂娜的华语居然说得不错 可见她真的是来自华国移民家庭 当然 别人是听不懂华语的 为了尊重威尔逊夫人等人 夏小兰和蒂娜 还是用英文交流 威尔逊夫人拍拍手 夏 你有将剧院的装修设计图带来吗 不如拿出来 大家一起看看吧 威尔逊夫人冲夏小兰眨眨眼 夏小兰本来就是来送设计图的 只不过现场多了一个哈罗德和蒂娜 倒是没有看见老伊万 蒂娜乖巧地坐在威尔逊夫人旁边 不时用眼睛偷看哈罗德 她自认为动作很隐蔽 却还是被夏小兰捕捉到 夏小兰看破没说破 直接将设计图展示在众人面前 哇 好漂亮 蒂娜脸上出现了梦幻的表情 这是剧院内部装修 西西啊 我觉得这是童话里的城堡吧 威尔逊夫人也很意外 没想到夏小兰会给出这样风格的方案 夏 这是不是太梦幻一点了 这样的设计更适合蒂娜这个年纪的女孩 蒂娜今年一月满了十八岁 她的父母将她送到了纽约上学 并且将上东区的一套房产 转赠到了蒂娜名下 蒂娜不太喜欢房子原本的装修风格 一直在寻找核心意的设计师 威尔逊夫人三言两语讲了这么一件事 夏小兰恍然大悟 难怪威尔逊夫人说 她会不需此行 让她送来设计方案 是想给她介绍客户 马修好想哭啊 这都是什么命啊 剧院翻新的委托还没完成 夏小兰可能就有了新的业务 这样还上什么学啊 直接在GMP正式工作好了 夏小兰倒不在乎能不能多一个业务 比起这种单纯的装修 她更想跟威尔逊酒店那种大型项目 不过威尔逊夫人的好意 她还是要领的 夫人 您也说了 这样梦幻的设计 是和蒂娜小姐这个年纪的人 这一周来 我在百老汇看了很多场音乐剧 将百老汇的几十家剧院都逛了一遍 我在看歌剧的同时 还雇人给百老汇大街的游人发了调查问卷 询问他们是否会去剧院 特别是年轻的消费群体 马修一脸恐怖 调查问卷的事连她都不知道 建筑师在制定概念设计方案前 居然还要搞调查问卷 夏小兰这样办事 是根本不给其他人留活路 温尔逊夫人也没想到 你在替剧场做调查问卷 那你的问卷结果如何 我一共叫人发了五千份调查问卷 有效的问卷是四千七百零四张 如果您要亲自看调查问卷 我稍后会将问卷送过来 问卷的结果 我现在就能告诉您 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年轻人 我说的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 这个年龄段的问卷调查人 他们对音乐剧是既不喜欢 也不讨厌 但他们表示 如果剧院够酷够特别 他们还是愿意花钱购票 走进剧院尝试着接受音乐剧的